另外再来看到ASMO 现在美国的商务部工业次长 就开始去荷兰 说你不能跟中国大陆维修等等 管到了ASMO来了 另外美国才要围堵别人 像是中美的6G战开打了 美国跟英国韩国等十国 连成了6G联盟 希望排除中国大陆要抢主导权 然后来看到是说 中国大陆自己也会办一个 相关的全球6G的技术大会 4月16到18 包括在南京举办 有俄罗斯 伊朗 北韩等等 这些人口加起来有30亿 那你美国G7加起来大概10亿人口 所以你真的要对标吗 要比呢 两个阵营吗 中国大陆这边人还会更多 还有说到中国大陆6G之前的5.5G 现在荣耀的主管曝光了 说自己的Magic 6 已经可以支援5.5G了 那说到5.5G 华为当然是很厉害 华为已经开始在布局5.5G了 在去年的时候 阿联酋也说我要跟你华为合作 所以从中国大陆之外 中东地区也是第二个 要商用5.5G的地方 先说美国的一些官员 实在是可能半夜睡不着 突然醒来才想到 他如果要打压中国 有关你说卖机器给中国 然后不准帮中国维修 要去压迫爱什么 早就该做了 他现在做来不及 现在讲也没有用 来不及啦 为什么讲没有用啊 第一个 中国去年不是抢了40%的 爱斯摩尔制造 你以为这抢机器啊 维修的零配件 全部都抢光了 通通都有了啦 你现在讲这个什么意思 维修最重要就是要有零配件 第二个 维修的服务 你说这个爱斯摩尔 是中国是第三大市场 是没错啦 台湾好像也是第一大市场 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我今天啊 阿亮是维修工程师 他跑到代表爱斯摩尔 跑到中国来负责维修的业务 他可能把他爱斯摩尔 底下的那些技工通找来嘛 一些年轻人都找来 不可能嘛 他一定找接大使节目 我们两个就像小跟班 在旁边学 在旁边学 就跟乌克兰的工程师 带着中国的工程师 做航空母舰 那个道理是一模一样的 第一艘你乌克兰工程师做 第二艘总工程师 就是不太一样 年轻工程师接上来了 所以现在有关于修 这个爱斯摩尔的DUV光科技的 中国年轻一代的工程师 都已经接上手了 真的很困难的地方不多啦 而且似乎在荷兰打个电话 问一问都知道啦 问题不大 是 这样说来也起泄气啦 在这个科技界的 不管是半导体制造 或者是这个设计 或者是像光科技这类设备的话 中国在大陆70岁以上 基本上没有人 像梁梦松也是从台湾过去的 七岁 这个60到70中国还是不行 虽然基础科学专家很多 在这方面就是不行 50到60的 对不起中国还是弱势 有但弱势 但是40到50呢不太一样了 更不用讲40以下的 这些孩子们从小就是玩手机长大的 玩电脑长大的 对他来讲是 就像我们那个年代里面 看布袋新歌仔 谁来谁看啦 现在没人看他就看电影 看那个什么动画一样的道理 这个就是世代教育的成功 中国在那边投资庞大的心理 所以他现在发现说 机器能够让中国坏掉不能修 这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他表示他根本没有 做好他的工作 第二个有关的5G跟6G 中国为什么要推这个5.5G 就是要先占市场 因为5.5G表面上看起来 他的传输的速度 是5G的100倍而已 比那个1000倍的那个6G 还有点距离 可是他有很多的基础的 这种条件 是跟6G是可以比较 具有高度的相容性 他在5.5G先抢占市场 现在市场上没有5.5G的 没有啊 包括基地台都没有 他先抢占市场 抢占市场以后 好不好大家来炒6G的规则吧 6G的规则 我们大概 我们这个年代 大家还记得VHS跟Beta的竞争 年轻一代已经不记得 规格竞争是什么 规模大则取胜 规模大就赢了吗 没办法 是 不一定说你真的技术厉害到哪里去 就规模大则取胜 中国在6G市场上是 规模注定他一定赢的 因为14亿人口 再加上他 不只是 他现在海外已经布的差不多都是5G 他现在已经有30亿人要加入了 他现在的车类就是 我现在是5G基地台我最大对不对 我现在先把你upgrade到5.5G 做好准备 我就是故意做好准备 他布局布到6G却先来5.5G 而且他5G的设计 基本上不是技术性的设计 是商业策略的设计 因为你要把5G现在调到6G 投资金额很大 现在经济不好 你不要以为电信公司那么好赚好不好 所以这个时候成本头太大 他先搞一个5.5G的 先5.5G的把功能升等 等你 而且5.5G的配备加上去你 负担不了太大成本 他搞不好还免费送你 我跟你讲 有可能 所以到时候6G的 那就负负负了 这是商业的策略 在6G的技术上 我们也不否认一件事情 就夭夭领先 不然你怎么办 我真的是夭夭领先 我没有骗你 专利真的是要领先 事实上我问过很多 我认识很多专家 问我说差一战 台语差一战就差一大截 差一战 所以这个没得拼 你现在美国急了 找一些拉帮结派 赶快错 技术这种东西很讨厌 跟你拉帮结派没有关系 它不是商业战争 剑拔出来这把剑 利不利 封力不封力 看都知道了 这没什么好比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6G是 你政治打压也没有用 因为它有 它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不是技术优势而已 成本优势 维修成本优势 制造成本优势 所以它现在5G了 他们给我一个形容 就基地台里面 现在做5G 那个5.5G 一卡就上去了 那以后这个要做6G 再卡一个卡上去就上去了 不像如果你要换成 奴基整台拆掉 阿弥陀佛 那成本多高 对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现在美国基本上 是白忙一场 最好就是大家一起合作 合作 这个就不用 做供应锻炼 你分你的 我分我的 所以这个 华为 只要他犯错的地方 懂得去修正 你说华为怎么可能犯错 有啊 他做汽车犯错 对 因为 你华为自己去搞汽车 比亚迪看你就不爽了吧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人家投入的钱 还是比Apple少 Apple的路线不太一样 Apple那个叫做 制作虐不可活 为什么 它每一样都自己设计 我讲过 手机 零件顶多一千个吧 汽车至少两万几条 你一千个 你找一家厂商去办 你自己 通通自己自包设计 比如好 我弄好设计 叫宏凯你帮我加工 可以 汽车你全部自己弄 你要拿那个命啊 对不对 他就是 Apple输出在这里 人家 华为跟小米很轻松 我车可不如北京汽车 这个电池不如宁德时代 我请宁德时代 中国就有这个规模 要什么东西有什么 不要我自己弄嘛 不用 我自己弄 弄到西元两千年三千年 我搞不来嘛 所以 没有一种叫华为汽车 没有一种 但倒是有比亚迪汽车 比亚迪花太久的时间 自己搞出来的 那这种产业的老板的思考 就要这样 刚开始 华为想说 我通自己弄 跟手机一样通自己弄 不行就是不行 那Apple就失败在边底前面看嘛 不过 这个知道回头 赶快来做这种 华为因赛 所以连那个谁 Toyota都想跟他合作 只要Toyota合作 而且市场不限制 在中国大陆市场 那我Toyota回销全世界 就借Toyota之力 把华为推向全世界 这个策略是对的 对于经常外食的现代人来说 实在很难确保 每天能摄取到足够好菌 也因此 越来越多人 选择在生活中 补充益生菌 来帮助肠道健康平衡 但市面上这么多的益生菌 该怎么选呢 挑选具有专利认证菌竹最重要 面对换季引起的肝氧红肿 能调整体质的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就是一个稳定健康基础的好选择 金三角全校配方 让肠道增加好菌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收入多篇学术报告 也证实了克菲尔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 就是健康维持的好选择 如果你也想尝试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享有额外优惠哦 美日克菲尔 让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